一周内第二次,国际油价重挫约7%,周二,纽约商交所明年一月,交隔的经济低流原油,期货下跌6.6%至煤通53.43美元,为2017年10月26日以来最低级算价。 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6.4%至煤通62.53美元,为2017年12月6日以来最低级算价。 上周二11月13日,没有暴跌7.1%,创下三年内最大半月跌幅。 就在油价进一步下跌之际,华尔街也迎来了更多抛售,应对企业营收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加剧。 周二收盘,标普500指数收跌1.8%到值跌2.2%,跌幅于550点,按照商商触及数月来的最低收盘水平。 悉数途经今年以来的涨幅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.7%, Clipperda的大宗商品研究负责人史密斯·麦斯密斯,表示, 危机之时,所有资产都是相互关联的,原油也受到了股市出逃的影响。 在仅仅七个星期中,原油就从飙升转至暴跌,并迈入熊市。 10月初,油价一度触及四年新高的76美元桶。 自然以来,对重新出现供给过剩和需求疲软的担忧,已将这一价格抹去了近三分之一。 美油已从四年高点下跌31%,不由则下挫了近29%。 分析人士认为,2019年的原油需求分数降低于预期。 能源情报监测机构Genscape的原油常务董事Clipper表示, 原油交易员已被负面消息淹没, 股市的全面抛售引发了他们对经济可能放缓的担忧, 这会降低人们对原油产品的需求。 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经济学家博奇·佩林·Burch也分析着, 近期有假的下跌反应, 和原油需求前进的恶化。 我们认为,从现在到2019年,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速都将放缓。 与此同时,美国、俄罗斯和沙特这几个全球最大的产油国证, 在已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产量生产, 欧佩克也在提高产量。 美国总统关于沙特记者卡书记预案的最新表态, 可能也导致油价进一步撑压。 周二,特朗普暗示, 他不会因卡书记的死亡, 而惩罚沙特王储萨勒麦, 很可能王储是知道这起悲剧性事件的, 他可能知道, 也可能不知道。 特朗普在一分钟表示, 媒体此前报道着, 美国中央情报局, CIA确信, 正是萨勒纳下达了谋杀卡书记的命令, 能源交易员或许会将这份白宫对美沙关系的评论解读位。 沙特不会通过大幅检查来支撑市场。 特朗普日次敦促沙特和需要输出国组织, OPEC, 又称OPEC不要采取任何提升油价的行动。 如果我们和他们交物, 你们的油价将飙升。 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对记者说, 他不会因沙特记者被谋杀一事, 毁掉我们国家的经济。 OPEC和俄罗斯等国将预下个月在维远纳会念, 商讨全球原油政策的走向。 市场预计, OPEC, 俄罗斯和其他产油盟国将启动新一轮的减产措施, 防止全球原油过剩引发油价水崩。 俄罗斯能源大臣诺瓦克·Alexander Novak终一称, 俄罗斯和OPEC需要观察未来几周原油市场的情势, 再决定是否要减产。 分析人士和交易员们还指出, 动量交易, 以及投资者抛售原油期货买入天然气合约的行为, 加剧了此次油价大跌。 由于气货低于平均水平, 天然气气货价格上个月飙升了约40%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